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苏杨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跟你分享的文章来自国管 拎不清这四点 你的勤奋一定毁掉你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春节前 某知名互联网公司 因为年会上宣布996工作制 而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 在年会上 公司高层宣布将八小时工作制 改为早九点半到晚九点 遇到紧急项目时 一周要工作六天 每天工作时间只会更长 可员工们如此努力加班 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 要是平衡不了工作和家庭 引起家庭不和 那又该怎么办呢 还是公司高层英明 特别高瞻远瞩 大手一挥 给员工指出一条名路 可以离婚呢 一时间引爆互联网舆论 网友纷纷一边导指责 这是公然违反劳动法呀 敢这么干的公司很多 但敢这么明目张胆 说出来的公司还真不多呀 但人家公司高层就是胆大 年会上说得很明确了 18年招的太多了 今天的九五后 已经很不勤劳 认为生活和工作要分开 就是和公司文化价值不匹配 他们公司所谓的文化价值 大概就要让你累死累活 为公司做牛做马 还美其名曰 勤劳 努力 奋斗 上进 在如今的职场上 这些本来听起来高尚美好的词语 不知不觉早已变了味儿 要拼死拼活 熬夜加班才叫努力 要全为公司着想 不讲求个人利益 不顾家庭生活 这才叫奋斗 没累出一身伤病 没差点猝死几回 还敢说你很拼命 很狼性 很有上进心吗 在电影《喜剧之王》的开场一幕中 主人公尹天愁 对着大海高声喊出 努力 奋斗 很多人都对这一幕记忆犹新 尹天愁这个小人物 混迹社会底层 只是一个在剧组 跑龙套的临时演员 却永远不甘于平庸 永远怀揣着赤诚的梦想 居住在狭小的出租屋 却为了当好一个演员 努力看书充电 研究演员的自我修养 打电话去寻求出演机会 被嫌弃 被辱骂 被嘲笑 他都不在乎 但他的奋斗 有清晰目标 不做简单重复的劳动 不原地踏步 不为了自我感动 或感动别人 也没有以牺牲健康 和家庭幸福为代价 他这样的奋斗者 无论最终成功与否 都值得我们尊敬 但现实生活中 很多蛮干的奋斗者 并不聪明 他们并不值得效仿 如果不顾身体健康 强行累死累活 真累出大病来了 这样的奋斗不值当 去年 有一则新闻刷爆朋友圈 在厦门 某物流公司工作的尤先生 在公司兢兢业业 工作了24年 当上了公司高管 但操劳和辛苦 也累垮了他的身体 2015年的一次体检中 尤先生被确认为肝癌晚期 在他入院治疗的第二个月 他的工资 从之前的25000 直接降为1200 经过两年的治疗 尤先生花光了24年的全部积蓄 还向亲戚朋友 借了不少钱 人生就此 急转直下 谈起自己的遭遇 尤先生只有仰天长叹 我为公司奉献了24年 到头来 却是这样的结局 都不敢想 接下来要怎么办 这是把我逼入绝境啊 事情闹大了 尤先生的企业出来回应 我们的做法 完全合法 是的 把你逼入绝境 让你坠入悬崖 完全合理合法 相比之下 尤先生只是工资断崖式下降 还算幸运 另有新闻报道 某提倡狼性文化的大企业 其员工经常熬夜加班 但在患癌后 直接就被公司解雇了 一点都没犹豫 即便买了保险 受病痛折磨的 还是你自己 这样不顾身体健康的奋斗 累垮了自己不值当 很现实 也很残酷 人到中年 学习能力下降 越来越熟悉 目前岗位的工作 另一个后果就是 我们只会做 这个岗位的工作 而且学者们早就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劳动的边际效益 也是在递减的 尤其是 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 都只是简单低效的 重复劳动 在老板和公司看来 你很努力 但实际上 你并没有更多的 扩展和提升 而这时 你上有老 下有小 生活压力 只增不减 虽然前半辈子 都在努力奋斗 但如果没有什么积累 还是重复熬夜加班 拼精力挣钱的老路子 这样 毫无竞争资本可言 人到中年 你不能熬夜加班 你脑子赚得没那么快了 要你何用啊 年轻人比你好用多了 经济不景气 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 财彻的 只能是你 所有单纯出卖劳动的职业 无论是体力劳动 还是脑力劳动 只要前半辈子 都只是简单重复的劳动 没有积累 没有经验 都面临这样的风险 有人早就发现 一二十年前 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 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 而如今 互联网从业者 平均年龄 还是只有二十几岁 那么 那些曾经在互联网行业 奋斗的老家伙 哪里去了呢 都去创业了吗 肯定不可能啊 反正 他们的命运 已经没人再关心了 如果所有人 都以自我牺牲式的奋斗为荣 牺牲健康 家庭生活 牺牲生活中的一切乐趣 那么社会上所有人 都将是受害者 靠出卖劳动挣钱的 所有职场人 他们和资方博弈的唯一筹码 就是他们本身的劳动 而自我牺牲的奋斗者越多 那么劳工和资方的博弈筹码 只会越来越小 打个比方 你要三千块的工资 但总是按时上下班 另外一个人 虽然也要三千块 却每天都加班加点 工作到晚上十点 他的工作效率比你低一点 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他显然更胜老板青睐 这意味着 别人增加自己的工作时间 而不要求加班费的话 实际上是要求了更低的工资 那么要比他更受青睐 你得甘愿加班到更晚 甚至周末也得加 职场人内部之间的残酷 轻压竞争 只会让社会整体的劳动力 变得更廉价 廉价劳动力 变得永远不稀缺 而资方掌握生产资料 和大量资源 则永远稀缺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劳资双方的关系 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总有人愿意拿更低的工资 干最辛苦的活 上最长时间的班 结果就是 所有人都只能拿最低的工资 干最辛苦的活 上最长时间的班 到最后 资方吃肉 劳动者只能喝汤 社会上会出现两极分化 资方吃香喝辣 而劳动者不得不被奋斗所裹挟 每天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 半点都懈怠不得 生活质量越来越差 真成了这样的社会现实 劳动者就异化成了 实质上的现代奴隶 没时间享受生活 没时间经营家庭 社交娱乐 甚至没时间生孩子 这样的社会 难道大家真想看到吗 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漫画 在古埃及 炎炎烈日下的沙漠 一群监工拿着鞭子 驱赶着奴隶们 搬运笨重的石块 给法老修金字塔 其中一个奴隶 虽被监工鞭打 但一点也不感到焦虑痛苦 反而很开心 望着前方 即将竣工的金字塔 大发感慨 我这么努力 以后肯定也会拥有 这样一座金字塔的 这真是异想天开啊 就算他烈日下 晒到脱水中暑 这么努力 依然注定 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座 金字塔的 他的奋斗 只是单调重复的劳动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 这样的劳动 越来越没有价值 只不过法老们 喜欢给这群 修金字塔的人 灌输这样的信念 你要奋斗 奋斗才有肉吃 这个年代也一样 只不过法老们 摇身变成了 无良企业 和心术不正的老板 金字塔建造工门 变成窝在办公室里 敲字的马字工 做PPT的键盘按摩工 罢了 奋斗 努力 都是绝对正确的词语 非常美好的词句 只不过 当它变成一种 政治正确的信念时 变成肉食者们 要求下属 必须尽得义务 那就成了 压榨下属和员工的 思想利器 奋斗本身是一项 自我选择 它绝不应该成为 每个人 自我约束的牢笼 职场上 真正高效率的 努力奋斗 不应该是 自我牺牲 去讨好老板 或感动自己 而是实实在在的 自我提升 心理咨询师宋小冬 在《高效努力》一书中 提出了六种 正儿八经的 高效努力方法 第一 让努力兑换价值 不是每天 都做重复单调的工作 看似很辛苦 很勤奋 但除了能感动老板以外 你什么也得不到 换句话说 你得让自己更值钱了 第二 学会精力管理 把自己最大的精力 花在最能提升自己 给自己增值的领域 第三 发挥自身优势 拿自己的短板 和别人的长处比较 永远只能自讨没趣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才能做到最好 第四 拼尽全力 记住 大部分人的努力程度 都还没有到 拼天分的地步 你也不例外 第五 绝对自律 只有自律的人 才是真正自由的 第六 强大的心理能力 心里强大的人 才能越挫越勇 越挫越强 共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